布林肯訪華疑似被羞辱 關鍵問題曝光 布林肯秦剛會談後仍然存在深刻分歧 學者分析 歧視風波後 國泰航空宣布將會招聘講普通話的機艙服務員 指引批評高價消耗 長沙女子遭到官方脅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月18日訪問北京 是拜登就任總統至今訪華最高層級的官員 布林肯此行只有兩天 還會在19日離開中國 外界全部都在關注他能否和習近平會面 不過根據中共官媒放出的消息 6月19日下午4時30分 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布林肯 《華爾街日報》19日引述了解會務安排情況的中共官員稱 中方在安排習近平和布林肯會面方面非常謹慎 其中一名官員表示 習近平上星期五會見了微軟始創人比爾蓋茨 以確保他今年首次公開會見的美國人不是布林肯 在此之前 習近平是否會見布林肯被認為是此行的關鍵問題 德國編輯報網絡R&D駐北京記者 克萊姆齊甚至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 如果習近平真的沒有安排會見布林肯 相當於在外交層面上落拜登政府的面 19日上午 布林肯和中共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官員王毅會面 這是布林肯就任國務卿以來第一次訪華 也是自2018年至今五年來美國國務卿第一次訪華 不過中方在布林肯抵達北京當日 只安排了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長楊濤來接機 這與國務卿的級別不相符 另外亭基平沒有鋪紅地毯 中方沒有安排歡迎隊伍 甚至沒有記者拍照 資料顯示 奧巴馬第二任時的國務卿海瑞John Kerry訪華時 中方雖然沒有鋪設紅地毯 但派出與海瑞同等級的官員迎接 再早前 奧巴馬第一任時的國務卿希拉里訪華時 中共既鋪設紅地毯 也派出類似級別的官員接機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金 George Rogan在推特法文寫道 低級別官員在機場迎接布林肯 這可能是北京羞辱布林肯計劃的開始 但願不是這樣 在18日 布林肯和中共外長秦剛會談長達7小時之後 瑞典最大新聞通訊的編輯尤野 根據中共央視的報導分析說 秦剛說中美關係處於建交以來最低功 這意味著 目前的中美關係 甚至被六四屠殺後 西方聯合制裁北京時期還要差 秦剛說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而此前中方一貫的說法僅僅是 台灣問題是核心利益 布林肯啟程前 美國之音就引述致富保衛民主基金會 中國事務高級研究員 辛格爾頓 Craig Singleton等人表示 布林肯此行 不太可能為台海局勢降溫 另有觀察人士認為 中共甚至可能筹劃用同美國開戰 來解決國內危機 上報在18日發表一篇評論就提出 中國在清零鬆綁之後 房市依然艷艷一色 出入口雙雙大幅衰退 青年失業率攀高到20.4% 已經滿足觸發顏色革命的條件 這些因子放在任何朝代 都是大革命的火種 因此習近平最近在幾個重要場合 提到驚濤海浪、極限思維等等 充滿亡國焦慮 這篇分析認為 房市崩盤之時就是中共的大限 中共財政靠出售土地 但居民買的只是使用權 卻沒有擁有權 等於一次付給政府70年房租 到期歸零 政府可以再玩一次 這個制度是在1979年啟動的 攤牌時刻不遠了 人民一旦覺醒 就是中共崩解之時 習近平大概明白這一點 在大限來前 找美國打一次 可能就是轉移矛盾的最好選擇 6月19日 中國媒體第一財經 旗下DT財經平台發布調查 指出大約53.7%的中國年輕人 存款在1至15萬之間 其中還有20%的年輕人 存款不足1萬元 消息引發民間強烈平靜 調查指出 很多年輕一代存在存款不足的現象 反映出進入社會生活的年輕人 面臨存錢難的困境 調查採集了1852名受訪者的數據 其中90後和95後佔比超過7成 90%的人群來自一線 新一線和二線城市 得出的存款水平結果 如此驚人 引發民眾關注 網友表示 年輕人不僅沒有存款 還背著10萬貸款 去年住院 2萬元的按金 都是靠父母給錢 還有網友說 銀行賬戶裏面 很多年都不到5,000元人民幣 而且還有網友諷刺說 自信些 將年輕兩個字去掉 意思是無論是老還是年輕 在中國這樣的環境都呼籲不起來 微博網友跟帖說 不吃不喝 在二三線城市一套房算150萬 簡單裝修15萬 中等收入的人群3,000元一個月 不吃不喝 42年能夠存款買一套房 然後不吃不喝4年 就能夠裝收入去住了 結婚生BB子好先等一等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 中國青年失業潮 造成社會大量代業人群湧現 在15號 中共統計局在發布會上 解釋失業和就業統計方法時 提到一個星期工作一小時以上 就算已經就業 網民敬呼 可見實際的就業情況到底是怎樣 目前的失業數據顯然是低估了 中共統計師司長傅林輝在會上表示 16歲以上的就業人口 包括為了取得勞動報酬或營收 每個星期工作一小時及以上 和因優價等原因暫時離崗位的人 對此 網友評論說 拯救失業率還要靠統計部 一個星期加班五小時不屬於加班 一個星期工作一小時就算就業 真是諷刺 布林肯今次訪華和中共外長秦剛的會面當中 儘管雙方都提到這是一次坦誠的會談 但美方強調的是降低誤判風險和一個自由開放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世界 而中方就再次強調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 明顯看出布林肯和秦剛今次的會面 雙方仍然存在深刻分歧 究竟雙方認知上的差距在哪裡呢? 對此 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 宋國誠對本台記者表示 美中雙方基本立場沒有任何鬆動 沒有任何妥協或共識 還是寸土不讓 還是有回到老問題 只是形式上大家稍微緩甲 稍微一種輕鬆緩和的氣氛 但是對於實質上結構性的矛盾 是沒有任何絲毫進展 宋國誠進一步分析說 中共基本上只會檢討別人 不會檢討自己 所以在這種缺乏理性和信任的基礎上 怎可能一起去解決美中之間 結構性的衝突和分歧 所以我認為 重點是雙方是否能在這個核心利益上 最少中方有某種程度的妥協 美國方面也有某種程度的退讓 所以這個核心本身是交疊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你的紅線畫在我家門口 我的紅線畫在你家門口 只要彼此之間踏出一步就互踩紅線 所以秦剛他重提台灣問題 是中共的核心利益 同樣地 美國也會提起說 印太的安全 包括台海安全 才是美國核心的利益 所以你就是一個浪潮過來 我用一個浪潮就覆蓋你 就是這樣你來我往 基本上對於核心利益的部分 沒有任何的交集 也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 近幾個月來 北京接待了微軟創辦人 比爾蓋茨等多位商界領袖 有外媒報導認為 北京目前願意改為採用開放態度 讓很多美國的商業巨頭前往大陸訪問 主要原因是為了拯救中國 貧臨崩潰的爛經濟 對此 宋國誠認為 中國的爛經濟 是因為習近平錯誤的政策所造成 這些危機都與習近平的政策密切相關 沒有人可以化解 除非習近平願意改變自己 如果想對美國採取以商為證 已經的證來拉攏美國的民間 特別是想利用商業界巨頭 來衝擊影響拜登 那不可能實現 宋國誠解釋說 美國的企業巨頭是何等的滑頭 他們只有四個字 就是利字當頭 所謂商人無祖國 這些美國的商人更是沒有中國 如果他們不是在中共的市場當中 你能夠獲得一些巨大的利益 它也不見得會聽你中共在那邊洗換 所以就是各為鬼胎 各取所需 雖然說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上 這些資本家往往都是兩黨的重要金主 重要政治獻金的來源 但是基本上 美國的政策還是政治安全高於商業利益 否則的話 它也不會和中共搞這個所謂的晶片科技封鎖 因為晶片科技封鎖 美國企業同樣也會受傷嘛 但是美國還是繼續執意地 推動這樣的一個政策的原因 就是說 它不是從商業經濟利益上來考慮 而是從普世的價值和人道的原則 宋國誠認為 美國還是以國家安全高於商業利益為考量 在這種條件下 這些商業巨頭頂多也只能發出一些雜音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意見 如果真是要去扭轉美國的對中政策 那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上個月爆出歧視旅客風波的香港國泰航空19日宣布 將會在往返中國大陸的航班 加入式普通話的機艙服務員 綜合港媒和陸媒報導 國泰航空行政總裁林兆波19日向全體員工發內部通知 稱未來幾個月將落實多項改善措施 將優先在往返中國大陸的航班 增加講普通話的機艙服務員 確保每班往返大陸的航班 在8月起都有普通話機艙廣播 之後會再逐步擴展到其他航線 林兆波稱 疫情後 隨著講普通話的旅客增加 一直有意招聘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空中服務員 相關招聘程序計劃 自7月起在中國大陸展開 另外 他還稱 未來空中服務員的名牌 將清晰顯示可提供服務的語言 機艙服務員如果能使用多於一種亞洲地區語言 就可以每個月獲得新增設的津貼 今年5月21日 國泰航空一班從四川成都飛往香港的航班上 三名空姐被指歧視非英語乘客 在中共官媒的持續炮光下 國泰航空為此多次道歉 並解雇三名攝氏空中服務員 當時有評論指出 中共官方明顯是借題發揮 趁機打壓香港人 湖南長沙一名女子17日在網絡發帖控訴 自己因為發影片批評當地消耗量小價高 結果被官方迫白承認造謠暮黑 意圖震懾其他抱怨的人 女子就不堪受辱 吞藥試圖輕生才得以脫身 這名女網友表示 她13日發布短片 曝光長沙天價消耗 很快一名媒體人聯繫她 想要使用這個短片 她同意了 表示希望可以將長沙燒烤的價格打下來 但是沒想到 第二日下午 當地網信辦人員就聯繫她見面 遭到拒絕之後 第三日當地公安局 網信辦等多名執法人員 就開始上門威脅 公安後來還將她騙到公安局 進行盤問 問她是否賞紅 是否收受稿費 是否故意抹黑等等 見她一直不承認 公安就威脅 不配合就調查她的父母 女網友表示 她在關押期間 因腸胃炎和雙雙情感障礙送醫院搶救 在意識模糊中 聽到周圍的官方人員稱 最近長沙燒烤負面新聞太多 需要有人頂獲 只要她認了造謠 就可以借機讓平台 將所有類似影片下架 同時珍攝其他 抱怨長沙燒烤貴的人 之後 有人送來一份文件 稱只要她蓋章就能夠回家 結果這名女網友一看 上面寫著 承認造謠 惡意抹黑長沙 她拒絕簽字之後 對方就威脅 繼續跟理好 無奈 女網友當著那些官方人員的面 吞下一大堆藥 眼看著要搞出人命 那些人就全部走了 如果不是朋友來醫院幫忙 這名女網友 有可能無法活住回家 她最後控訴 這些官方人員雖然嘴上清 為人民服務 但實際上只聽上級的命令 根本不管民意 甚至不關心民眾的死活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